打电话大骂渣男的时候,手欠祸害了阳台的绿植。 第二天,校爸在学校各大平台发布通缉令, 是谁?拔了我仙人掌上的刺,还肯定全扎我多肉上了。 是谁?拔了我仙人掌上的刺? 佩图是一盆光秃秃的仙人掌。 随手刷到这条表白墙上的通缉令后, 我直接一个礼于打挺,从床上垂死病中精坐起。 昨天我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痛骂渣男,路过男生宿舍, 一时手欠,就霍霍了一楼阳台的绿植。 但我留联系方式,说了赔偿。 估计是字条被风吹走了,卧槽还好吹走了, 谁知道绿植是校爸燕子安的呀。 我颤抖着手,在表白墙下评论,纯路人, 仙人掌的刺好像是会自然脱落的。 节哀,我纯路人哦。 燕子安很快回复,那旁边那盆多肉身上, 扎的刺也是自然长的。 配图是一张扎满了仙人掌刺的多肉。 评论区顿时出现不少围观群众, 纷纷打抱不平,事风日下,人心不古。 哈哈哈哈哈哈,可怜又好笑。 怎么会有人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 一,这变态不会是我们学院的吧? 我靠,我那盆多肉放在你的旁边, 肯定也被祸害了,我诅咒这变态期末挂科。 书可忍,神也不可忍,我愤而打字,你放屁。 昨天晚上,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只有一盆多肉。 原本迅速盖楼的评论区安静了。 而我多了一个好友申请,备注,燕子安。 我想着,大不了磕头认错也没啥, 就把新一恒准备通过, 下铺的室友突然说,你们吃瓜没? 燕子安的仙人掌都有人敢祸害, 听说燕子安扬言,抓到蜡手催花的人, 要把被拔下来的刺扎的人伸上去,笑死我了。 宿舍其他人都开始笑, 他们疑惑地看着我,你怎么不笑? 我心如死灰,我不笑, 是因为我天性就不爱笑, 这好有我敢通过。 我猛地把手机扣上, 在线祈祷,只要我不通过, 他就找不到我。 但谁能猜到, 这燕子安拿着我的账号, 问遍了农学院, 找到了我的姓名班级。 这天,我正上着植物学的课, 打了个哈欠, 余光就对上窗户外一双灰暗不明的眸。 只见燕子安靠在走廊上, 冷酷帅气的脸上满是力气, 正抱着胳膊,直直地盯着我, 跟来索命似的。 我吓得一击灵, 赶紧转移目光, 顿时冷汗都下来了。 还没来得及思考, 下课领响了。 怎么办怎么办, 老教授, 好,下课。 我脑筋一转, 猛地冲到讲台上, 言辞恳切道, 老师,我有点问题, 要跟你探讨。 老教授露出欣慰的目光, 点点头, 好,你跟我来办公室。 我忙不迭地点头。 跟老教授出去的时候, 我躲在他身边, 怂得要死。 没想到燕子安跟了过来, 从教室门口挪到办公室门口, 继续锁命似的盯着我。 我缓缓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老教授喝着茶, 问我, 你有什么难题, 说吧。 我沉默了一分钟, 问, 被门家过的核桃, 还能补脑吗? 老教授, 他表情很是不悦, 这位同学, 请你严肃。 我往窗外瞥了一眼, 燕子安眠无表情地对我招了招手。 妈的, 怎么还在啊? 眼看着老教授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我这时候出去, 岂不是死定了? 怎么办怎么办, 桌上的手机亮了, 老教授看过后, 回了一条语音, 知道了知道了, 我这就回来吃饭了。 我一把拉住教授的袖子, 老师, 我也饿了。 最终, 我去老教授家, 厚着脸皮蹭了一顿饺子, 躲过一劫。 第二天, 我小心翼翼去上课, 却没看见燕子安的身影, 难不成他放过我了? 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室友给我发消息, 让我赶紧看表白墙。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火速赶去, 只见表白墙上是燕子安的自拍, 他手里拿着剪刀, 对准了我的期末作业 小番茄苗, 并配文, 现代农业172班的林业白同学, 你有半小时的时间 营救你的期末作业。 发文时间是25分钟前, 我把腿就疯狂往菜园跑, 那天我不顾死活地狂奔, 甚至上了校园八卦网。 有人造谣我是笨相爱情, 不, 我是一命敌一命, 以我狗命换我小番茄一命。 我赶到的时候, 燕子安就蹲在我的小番茄面前, 正伸手戳那朵脆弱的话。 我一个刹车伸出尔康手, 别碰他。 燕子安好整以侠地看过来, 怎么不躲了? 我双手合十诚心道歉, 我错了。 他喝了一声,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做什么? 我这人牙字必报, 你杀我的妙妙, 我就杀你的仔。 路过的学生文言, 对我们投来不可言喻的目光。 有病啊, 谁没事给仙人掌起名叫妙妙啊? 眼看着他又拿起剪刀, 我大惊, 等等。 我能治。 他动作一顿, 我继续说, 你那仙人掌本来次就有脱落的情况, 一看就是生病了, 我专业对口, 我给你治。 燕子安将信将疑, 但还是把剪刀放下了, 我悬着的心重新落回肚子里。 正要跟他好好沟通, 燕子安站起身的时候一个不稳量呛了一下, 正好一脚踹倒我的番茄秧。 我? 你知道吗? 我跟你一样。 燕子安? 什么? 我微笑, 牙字必报。 校医院内, 校医看着燕子安亲子的脚背沉思, 你刚刚说, 他这脚是天生的。 我人畜无害地继续微笑, 是的呢? 燕子安的脸色比他的脚背还轻。 从校医院出来, 燕子安大咧咧地说, 我踩了你的作业, 你踩了我的脚, 这一码两清, 我的妙妙跟香香你得负责, 他话没说完我就疑惑到, 你说我负责什么? 我说我的妙妙, 谁的妙妙? 我? 你的什么? 我盯着燕子安的眼睛, 相顾无言。 两个人加起来两百个心眼子, 谁也别蒙谁。 虽然那天晚上, 我骂人正在气头上, 但也是明显看出来, 他那两盆绿植早就在苟延残喘了, 仙人掌调刺明显, 可以看出根部小面积腐烂, 多肉更不用说了, 燕了八鸡, 要死不活的。 如果燕子安不是故意让他们自生自灭的, 那他就是植物杀手。 而且, 哪个正经人给仙人掌取名妙妙, 多肉取名香香啊? 这家伙踹倒了我的期末作业, 我的学分岌岌可危, 现在竟然还想碰瓷, 门儿都没有。 我管你是校爸还是王八, 我站在挂科边缘, 我就是你爸爸。 此刻心就跟在大润发杀了十年鱼一样了, 都毁灭吧。 大概我的精神状态看起来过于危险, 燕子安倒也没再说什么。 晚上我躺在床上, 时刻惦记着我的小番茄。 下午, 我把被采年八的番茄重新种了回去, 也不知道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越想越担心, 反正也睡不着, 我就穿上衣服去了我的那块菜地。 谁能想到, 我还没到地方, 远远地就看见一个人影蹲在小番茄前面, 好像还在伸手想干些什么。 我瞳孔地震, 一声怒斥, 给也死。 然后一个飞踢踹了过去, 还是熟悉的校医院。 校医看着燕子安折了的腿, 又沉默了, 她这腿也是天生就折的, 我点头点到一半对上燕子安的眼神, 又摇头, 心虚地说, 是我干的。 校医上下打量了我两眼, 调侃, 哟, 你这拳脚功夫挺厉害呀。 是我踹她没站稳, 坐她腿上了, 最终她表情复杂地拍了拍燕子安的肩膀, 给她处理好腿, 又递了根拐杖。 我好心问, 医生, 她这腿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校医看着我一脸诚恳, 注意你就行了。 您礼貌吗? 扶燕子安出医务室时宿舍都快关门了, 我看着她这腿, 仅存不多的良心作祟, 问了一句, 那个, 要不你把妙妙给我吧, 我看看能不能救火。 燕子安装作没听见的样子, 你说什么? 要不你把妙妙给, 我把妙妙给谁? 我, 我把什么给你? 燕子安晃了晃伤腿, 我沉默, 妙妙, 以及香香, 可以, 明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下来, 学四楼门口找我拿。 说完, 燕子安又理直气壮, 把半个身子都搭我身上, 让我送她回宿舍, 这压要是140斤, 139斤都是新银子。 真会坑啊, 第二天上午, 燕子安早早等在教学楼门口。 我把冰死的仙人掌 跟多肉小心包好装进包里, 正要走, 突然下起暴雨, 逗大的雨滴砸在地上, 很快连成一片。 我没带伞, 准备冒雨往宿舍冲刺, 余光看见燕子安拄着拐杖, 看着雨幕皱眉。 而旁边的同学们要么冒雨跑了, 要么跟好友共用一把伞, 但燕子安这生人物尽的气势 此刻却显得有点孤单。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跟这个性格暴躁, 动辄打架的笑疤共情起来了。 脑子一抽, 就去旁边的小超市 借了门口那把无敌大伞, 然后扛着走到燕子安面前, 走, 送你回宿舍。 那一刻, 我成了全场焦点。 燕子安眼神复杂地看了我几秒, 什么也没说走到伞下, 跟我一起往外走了。 雨越下越大, 燕子安一拳一拐, 好像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清。 就问, 你刚说什么? 燕子安, 我说, 你很特别。 这话听着, 有点不对劲啊。 我清了清嗓子, 离燕子安稍微远了点, 低头略显羞涩, 可, 我可提前说一声, 你不要对我有别的心思哦, 我不喜欢你这款。 燕子安沉默了, 半晌, 他无可奈何地咬牙, 非要说你奇葩, 你痛才能听懂吗? 我看着因为我的远离而淋湿半边身子的燕子安, 心情复杂。 回宿舍后, 我查看了绿植的情况, 仙人掌根部的确有腐烂。 为了了解清楚, 我只好通过了燕子安的微信, 问他, 你真的有好好在养你的妙妙吗? 那边很快回复, 你在质疑谁? 他这么自信, 不应该养成这样啊。 燕子安又回复, 我一天浇八次水。 我, 看得出来你很骄傲, 但你先别骄傲。 一天浇八次水, 浇的一定是他脑子里的水。 不好治, 但不是不能治。 我把腐烂的部位切除了, 重新移植, 现在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妙妙跟香香养伤期间, 燕子安一天能发八百条信息 问他们的情况, 甚至逼迫我把他微信置顶, 以便能及时接收信息。 对此, 我做了屏蔽处理。 仙人掌掌出新的根系后, 我又养护了一周, 才把他们送还给燕子安。 就此两不相欠。 当天燕子安是没说什么, 第二天我去上课, 只见教室白墙上挂着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林叶白同学妙手回春, 就我宝贝命根, 特送锦旗, 以示感谢。 我站在锦旗前识化了好久, 感动吗? 不感动, 神特么宝贝命根, 这跟在教室拉时有什么区别? 偏偏罪魁祸首还发来消息, 看到我送的锦旗了吗? 嘚瑟点坠屁聚我, 有你, 燕子安, 怎么? 是你的福气吗? 我? 我真特么福气, 两不相欠的话说早了, 这锦旗被拍下来传遍八卦网, 还有好几个男生命名来问我能不能治, 治他奶奶个腿。 这是燕子安先找事的, 为了礼貌, 我也准备回赠他一首歌。 四日中午, 校广播里传出清脆女生, 下面这首歌, 是现代农业172班的林叶白同学 送给数学系燕子安的, 女生顿了顿, 还憋着笑, 这首歌, 还真是充满童趣呢, 歌名叫做《别看我小》, 紧接着慷慨激昂的歌声传遍校园, 别看我小, 别看我小, 小得让你找不着。 当我出现在你的面前, 把你吓一跳吓一跳, 啦啦, 你的魂都吓没了, 我躺在床上, 听着飘扬的歌声, 还有手机里响个不停的手机提示音, 安逸地闭上眼睛, 爽。 临近期末, 为了凑活动学分, 中午晚上, 我去另一个校区参加社团活动, 赶最后一班, 公交车回来的时候太晚了, 眼看着要到宿舍门禁时间, 我下公交就开始狂奔, 学校地理位置偏僻, 这个时间, 街道上空无一人, 我刚绕到去学校侧门, 突然有几个浑身酒气的人, 晃晃悠悠迎面过来, 挡住我的去路。 小妹妹, 去哪儿玩回来的呀? 别急着走啊, 再陪哥哥们喝几杯, 就是, 哥哥们最会疼人了。 说着, 其中一个就要拉我的手, 被我侧身躲开。 看着几个酒鬼, 我直犯恶心, 喝多了, 就赶紧找个垃圾桶自动归类, 记住进有害的那桶。 说完我就要走, 离我最近的男的撸起袖子就要过来, 我还没来得及闪开, 只听一声惨叫, 那人被踹出去一米远。 我愕然回头, 看见燕子安阴沉的脸。 他一句话没说, 又一把拽过其中一人的衣领摔在地上, 剩下的几个见识不妙, 扶起那两个就跑。 直到静谧的街道, 只剩我跟燕子安。 他收回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见我呆呆地愣在原地, 他皱眉, 没事吧你, 傻了。 我, 完了, 燕子安皱眉, 怎么了? 门禁时间到了, 看燕子安不说话, 我严余, 没事吧你, 傻了。 他看过来, 一个对视我俩都没忍住笑出来。 我爽快地拍了拍他肩膀, 走, 请你住豪华大酒店。 事实证明, 话不能说太满。 譬如此刻, 我站在豪华酒店前台, 却因为前几天花销太大, 几张卡的钱凑一块, 都凑不出两间房钱, 又够尴尬的。 我转头看了一眼坐在大厅沙发的燕子安, 陷入沉思。 这时候跟他说我没钱会不会有点丢脸, 答案是肯定的。 我只犹豫一瞬, 脑子里就有了一个主意。 我对前台招了招手, 悄咪咪地说, 待会儿他来登记, 你就说整个酒店就剩一间房了, 可以吗? 我对前台小姐姐眨眨眼睛, 小姐姐一脸我懂的表情, 到时候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都说只有这一件, 就是这样, 可以, 很完美。 我转头准备叫燕子安, 却一头贴在他胸口。 燕子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站在我背后的, 那我刚刚跟小姐姐说的话, 她不会也听见了吧, 那不就知道我没钱了, 这多丢人。 我悄咪咪打亮燕子安的表情, 咦, 她好像没什么反应。 不对, 她耳朵红什么? 管她呢, 我没丢人就好, 我原本打算要一间双人间的, 就一晚上凑合得了。 到房间才发现是个大床, 就是说, 大床比双人间便宜三十块钱。 前台小姐姐也太会替我考虑了, 但大床房实属有点尴尬, 这三十块钱的差价我还是有的, 于是我拨通了前台电话。 喂, 你好, 我们想换个房间。 不好意思, 只剩这一间了呢。 嗨嗨, 是我, 我想换个房间。 真的只剩这一间了呢。 可嗨嗨, 就是说, 也可以不是这一间, 哈哈哈哈, 就剩这一间。 这小姐姐, 真倔呀, 没办法, 凑合住吧, 好在除了床, 还有一个沙发能睡。 自从进了房间, 燕子安整个人都僵硬地坐在沙发一动不动, 为了缓解尴尬, 我主动提出睡沙发, 毕竟这沙发相对窄小, 女生睡勉强, 男生就睡不下了。 燕子安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安排是这么安排的, 但谁能想到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睡糊涂了, 就直接爬上床, 还想着抱着旁边的玩偶, 就整个人从背后熊抱了燕子安。 刹那间, 两个人都惊醒了。 啊, 我伸手摸开灯, 只见燕子安拉着被子, 一副被欺负的样子。 我, 你别这样, 显得我很流氓, 难道不是吗? 你放屁, 燕子安严余地眯一眼看我, 只剩这一间房, 不是你故意的。 奶奶的, 她果然听到了, 丢脸丢到奶奶家了, 我没说话默认了, 气氛一时有点尴尬, 我兴兴地就要爬下床, 燕子安皱没到, 你就睡那儿吧, 这地方够大, 挨不着。 说完又加了句, 你要是故意过来, 就不一定了。 想到刚刚的情况, 我忍, 我关上灯, 跟燕子安躺在一张床上, 中间仿佛隔着一条银河, 一时我俩都没睡着, 还能听见对方翻身的声音。 一个翻身, 我俩面对着面, 眼对着眼。 要多尴尬, 有多尴尬。 我干笑了两声, 听歌吗? 他顺泼下, 咳, 也行。 于是我摸到手机, 随手点开上一次听的歌, 别看我小, 别看我小, 小得让你找不着。 当我出现在你的面前, 把你吓一跳吓一跳, 啦啦, 你的魂都吓没了, 空气一时安静。 燕子安, 我赶紧关上音乐爪步, 这是意外。 黑暗中我都能看见燕子安脸色铁青, 他撑起上半身猛地凑过来, 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故意的? 我吞了口口水, 真是意外。 我想, 燕子安反应这么大, 一定是被歌词伤害了, 我想了又想, 憋出五个字, 相信你自己。 第二天回学校后, 燕子安有点不对劲, 我真有点怕他了, 特别是在教室里, 又看见他站在窗外, 脸色阴晴不定的这一刻。 梦回之前, 因为妙妙香香, 被算账的日子。 下课铃响, 同学们陆陆续续往外走, 燕子安背靠墙站在门外不动如山。 老教授在宁保温杯, 我默默走到他旁边, 问老师, 师母今天还做饺子吗? 老教授没蹭成饭, 我只好挪出去, 没想到燕子安却盯着我好几秒, 别扭地说了句, 去吃饭。 我脱口而出, 你请吗? 燕子安愣了一下, 我请。 走。 我走得太快, 甚至忽略了他嘴角一闪而过的笑意。 除掉酒店前的生活费, 雪上加霜, 有人请客不吃白不吃。 我点了满满一盘, 吃到最后有点撑, 歇了歇, 继续吃。 燕子安坐在我对面, 抱着胳膊道, 吃不完就算了。 什么话, 连农学院的都浪费粮食, 那还指望谁能珍惜。 燕子安没说话, 路过几个穿着球衣的男生, 端着饭盘, 准备去回收台, 路过燕子安的时候, 都跟他打了招呼喊燕哥。 燕子安瞥了他们一眼, 皱眉, 你们吃完了? 啊, 那几个男生猛了, 他们的盘子里多多少少都剩了点。 燕子安指着墙上的标语, 珍稀粮食看不见, 吃完去。 好嘞, 看着那几个男生, 又批颠批颠坐下吃了, 我下意识看了眼对面的燕子安, 只见他抬着下巴朝我挑眉, 像一个要表扬的小孩。 莫名, 有点可爱。 吃完饭燕子安问我, 今天是不是还要去东校区? 我点头, 嗯, 活动持续两天。 当晚我坐上最后一班公交, 下了车就开始狂奔。 临到侧门附近, 突然有点害怕, 这地方也不设个安保亭, 还这么多酒鬼。 生怕又碰到上次那情况, 我下意识加快了脚步, 却没想到走到侧门门口, 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蹲在路灯下, 昏黄灯光朦胧, 那人戴着鸭舌帽, 指尖夹着烟。 燕子安抬头看见我, 不动声色地把烟灭了, 起身朝我走来。 我问, 你怎么在这儿? 燕子安随意道, 出来有事, 没想到碰巧看到你了。 说完他就越过我往学校门口走去。 见我愣在后面, 他转头看过来, 眉间似乎有点不耐烦, 还不走。 完了, 我是斗安吗? 为什么他明明是不耐烦的语气, 我却心跳, 不自觉跳漏了一排。 放假前半个月, 导师通知要带我们出去实践一周。 我鬼使神差, 给燕子安发消息说了这件事, 消息发过去才反应过来, 我跟他说, 这个干嘛? 显然燕子安也是这么想的, 等着我说下文。 我只好硬扯, 就是想让你帮忙照顾一下我的小番茄, 好不容易抢救回来。 快成熟了, 我怕又出意外。 燕子安只回了一个欧字, 很明显没放在心上, 我也没指望他这个植物杀手能照顾, 也就是找个泼下而已。 但没想到, 真的出了意外。 离校的第三天晚上, A是下起暴雨, 预报估计是这个季度的最大降雨, 可前段时间雨季过去, 我才把小番茄的塑料棚拆了。 这可怎么办? 我联系上室友, 他们也是生无可恋, 爱好风太大了, 好多人去盖塑料膜都被吹跑了。 我叹了口气, 这小番茄命可真够苦的。 我躺在酒店床上睡不着, 便刷起手机, 表白墙上农学院的学生们 爱好一片, 痛哭自己作业没了。 哈哈哈哈, 既然大家都一样, 我也就是燃了。 甚至有的比我还惨, 作业已经成熟了, 被暴雨冲走了。 刷着刷着, 突然一个帖子热度正在上涨, 是一张照片, 男生模糊不清的背影, 在风雨中盖塑料膜。 配文, 卧槽, 这兄弟牛逼, 他冒雨, 在这盖了一小时, 就他一个盖上了的。 虽然照片只是背影, 还是暴雨中拍的, 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燕子安。 他真的有在好好帮我照顾小番茄。 我拨通了燕子安的电话, 那边很快接通, 嗓音有些慵懒, 喂, 咳, 是我。 那边传来关门声, 紧接着有风声传来, 应该是他去了阳台。 我说, 你那边雨下得好像蛮大的。 他嘚瑟, 放心吧, 你那番茄, 我给你盖上了。 这么大鱼, 不好盖吧。 切, 我是谁? 五分钟就搞定了, 我忍着笑, 哦, 突然听到燕子安室友的声音, 燕哥, 你喝热水吗? 今天淋那么久的雨, 燕子安随即道, 喝屁, 我又没淋雨。 唉, 一生要强的中国男人。 剩下的几天, 实践我天天都想着回学校, 也不知道惦记的是小番茄, 还是别的什么。 坐火车回学校途中, 我看到路边有卖绿植的, 其中一盆仙人掌很好看, 我买下了, 燕子安帮我照顾小番茄, 我总得给点回礼吧。 我可不是这么小气的人, 但光秃秃的仙人掌有点难看, 我寻思着给他配个盆, 单粹就在校外跟导师他们分开走了。 我没想到会在卖盆的地方看到秋园, 这个傻逼, 不仅扎了我闺蜜, 脚踏两只船, 还用我闺蜜的名义坑了我不少钱, 要不是为了骂他, 我当初也不至于一时上火, 拔了燕子安的仙人掌刺, 总而言之他妈的就是罪恶源头。 此刻我站在他身后, 眼睁睁看着他搂着新女朋友, 绘声绘色地描述背前女友, 也就是我闺蜜扑恶的全过程, 还故作大方帝说, 还有他那个闺蜜, 在农学院种地的, 则, 一个种地的人品可差劲, 弄我借了好多钱去买奢侈品, 到最后也没还。 新女友很是嫌弃, 天哪, 怎么还有这种人呀? 秋园摇摇头, 算了, 就当施舍乞丐了, 施舍你妈。 我从他后面一巴掌甩了过去, 秋园一声惨叫, 无连躺在地上。 切, 可真能装, 我有那么大力气吗? 周围人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我低头一看, 哎, 我手上的仙人掌呢? 燕子安问我在哪儿的时候, 我看着在拔刺的秋园, 默默道, 医院。 燕子安很快赶过来, 看到秋园直接过来, 拎起他衣领, 你打他了? 秋园指着自己拔了一半次的脸, 大哥, 你看清楚, 受害者是我, 我火大又要冲上去揍他, 你他妈还敢说? 燕子安顾及周围人太多, 稍微拦了下我, 在这打人影响不好, 等我冷静下来他才把手松开, 小声说, 拿仙人掌打人太狠了, 我委屈巴巴地看着他, 但是, 这仙人掌原本是埋给你的, 现在没了。 燕子安愣了两秒, 撸起袖子, 就往秋园的方向冲过去, 你他妈也配被我的仙人掌打, 我拦住他, 在这打人影响不好, 揭露了秋园的真面目, 又要回了我被坑的钱, 我一时高兴, 又开始嘚瑟, 走, 请你吃宵夜, 这次真有钱, 燕子安, 这次, 哪次没钱, 我干笑, 这不是重点, 我们出了医院在路边打车, 风有点大, 我不自觉缩了缩脖子, 燕子安随手脱了外套丢给我, 帮我拿着, 口是心非是吧, 呵, 男人, 我刚把外套穿上, 一道清脆女声在不远处响起, 子安, 我寻声看过去, 是一个穿着长裙的女生, 背着时尚的包包, 乍一看, 跟穿着休闲体恤的燕子安很搭, 而我, 刚时间回来, 背着行李大包, 灰头土脸, 有点格格不入, 女生亲近地拍得下燕子安的肩膀, 好久没见呀, 你看我哪里不一样啊, 燕子安上下打量了一眼, 面无表情, 跟你妈越来越像了, 女生眼嘴笑, 那是, 我妈这么好看我, 总不能拉后腿, 我的意思是, 我现在看到你妈就发怵, 燕子安, 你总这样, 以后跟我结婚我真的会生气的, 燕子安一脸惊恐, 别说恐怖故事行吗, 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燕子安拉住我的手腕就走, 女生全程都没看过我一眼, 故意忽视我的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 我转头看了一眼, 对上那女生的目光, 她朝我挑了挑眉, 就像是, 挑信, 我第一次用欠奏来形容一个女生, 于是我对她翻了个白眼, 燕子安没跟我说那个女生的事, 我也没问, 让我意外的是, 先来找我的是那个女生, 她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约我到校外的咖啡厅见一面, 我是燕子安的未婚妻, 我叫方一妙, 她抱着胳膊, 抬着下巴看我, 我, 哦, 我跟燕子安青梅竹马, 小时候就订娃娃亲了, 哦, 燕子安很喜欢我, 她还养了一盆仙人掌, 起名叫妙妙, 妈的, 哦不下去了, 方一妙后面说了什么我都没听, 无非是让我离燕子安远一点, 我要是理你我才是傻逼,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娃娃亲, 哈哈, 但仙人掌叫妙妙, 的确有这事, 越想越气, 回宿舍后, 偏偏还收到燕子安的消息, 她连续发了几条, 我都没回, 然后就看见她发了一张仙人掌的照片, 我的妙妙, 好像又出问题了, 神音音给看她, 神特么妙妙, 我回复, 你的妙妙, 你自己管吧, 微笑点, JPG, 今年的期末考试学院, 从外专聘了农学专家, 来给我们的期末作业打分, 我的小番茄虽然饱经风霜, 好在是跌跌撞撞成熟了, 农学专家们穿着接地气的工作服, 挨个走过我们的试验田, 路过我的地石, 领头的那个女教授停了下来, 指着我田边竖着的牌子问, 这是什么, 我一本正经, 是我给小番茄起的名字, 牌子上写着, 抽妙妙大耳瓜子, 女教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晚上在食堂吃饭, 他静止坐到我旁边, 而我还在啃鸡腿, 教授打量了我几眼说, 你为什么要给植物起名字, 我敷衍道, 就随便起的, 教授, 你跟我儿子很像, 他也爱给植物取名字, 是吗, 你儿子随您的话应该很有眼光, 起的名字应该清新脱俗, 不像什么妙妙啊, 香香啊, 一, 我很是嫌弃的摇摇头, 教授笑了笑没说话, 妈, 面前头下一片阴影, 我一抬头, 看见了燕子安,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喊谁吗, 我僵硬地转头看着教授, 他似笑非笑, 听子安提过你, 林叶白是吧, 你好, 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他妈妈, 我叫于庙, 他着重了庙这个字, 我愣在原地, 如遭雷劈, 直到燕子安把我拉出去, 我才回过神, 然后一把拉住他袖子, 等等, 你爸叫什么名字? 燕像, 香香, 谁他妈给植物取爸妈的名字啊, 燕子安很是理所当然, 我们家呀, 我家还有一盆翠竹叫燕子安呢, 我的心情很复杂, 燕子安突然问, 听说你给小番茄取名字了? 叫什么? 燕子安说他一直反对家里给他订的什么娃娃亲, 闹了这么多年, 但燕家在本地也算有头有脸, 贸然解除婚约会, 遭人非议, 终于于庙教授给了个儿子一个机会, 让植物杀手把一盆仙人掌跟一盆多肉养活满一年, 只要成功, 那娃娃亲他们去说, 燕子安苦心养护, 眼看着要满一年了, 却被我拔了刺还扎多肉上了, 怪不得之前还扬言要把多肉刺扎我身上, 情有可原了, 这不是隐隐约约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我突然想起来, 瞳孔地震, 拉着燕子安就跑, 前几天不是说妙妙出问题了吗, 赶紧带我去看看, 燕子安一把包拉回去, 我一个不查, 刚好撞他怀里, 燕子安低头看着我, 骗你的, 什么, 仙人找没事, 只是我想见你, 所以找了无数个借口, 我一愣, 燕子安接着蛊惑, 那你呢, 你这么在意妙妙这个名字, 方一妙这个人, 是因为什么, 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睛, 好似已经笃定把我拿捏了一样, 但我才不会, 我直接抓着他的衣领, 脸角亲在他嘴角, 因为我看上你了, 亲完我才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 好像正常女生都不会这样吧, 完了, 燕子安不会被吓到了吧, 我左过右盼正想说点什么, 燕子安突然扣住我的脖子, 随即笑着吻下来, 已经是你的了, 嗯, 燕子安此人, 就得这么拿捏, 我的小番茄勉强达到及格线, 但这个卖向口感也没啥研究价值, 导师就让我自己处理了, 我包了几颗去送给燕子安, 他得知我送的是自己种出来的, 直接丢了篮球跑过来, 三颗小番茄, 他小心翼翼地拿了一颗, 我说, 虽然卖向不太好, 但口感还是可以的, 燕子安喜都没喜, 直接吃了一口, 旁边有人问, 燕哥, 你还上场吗? 燕子安, 不上了, 再吃小番茄, 那人呕了一声, 转身要走, 被燕子安叫住, 你不问我吃什么小番茄吗? 那人, 那你在吃什么小番茄? 燕子安露出吃汗笑, 我女朋友亲手种的, 我在旁边默默捂上脸, 就凭这番茄的卖相, 属实不太值得夸赞, 稍微, 有点丢人了, 跟燕子安回去的路上, 正好碰到室友, 他盯着燕子安手里最后一颗小番茄大惊, 说, 卧曹林叶白你个没良心的, 你不是说, 亲手种出来的番茄, 要送给未来男朋友吗? 我问你要你都没给, 你就这么轻易送人了? 轻易? 这可不轻易, 我拉起燕子安的手说, 如你所见, 男朋友, 经过认证的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uc Gotter